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推动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发布了台北市学前教育白皮书 提出高比例的公共教保 高功能的原设空间 高质量的师资人力 高创新的课程教学 高支持的亲子教养及高效能的辅导发展等品质幼教六大策略主轴 台北市参考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学前教育品质指标 以平权 工融 创新 永续作为愿景 推出台北市学前教育白皮书 并制定高比例公共教保服务 高功能原设空间 高质量师资人力 高创新的课程教学 高支持的亲子教养 高效能的督导发展 六大政策主轴 第一个是高比例的公共化 公共化的教保服务 在我上任的时候 当时大概 我们公共化幼儿园只有公立幼稚园 大概只占40% 台北市当时会营率还非常少 也没有所谓的准公共化的幼稚园 我记得我刚上任那一两年 大概在所谓五月的这个会期 每个议员都在问抽不到公立幼稚园的问题 他为什么抽不到这么沮丧 价钱差太多了 你抽到公立的4千块 没有抽到公立再变1万6 每个月都差1万2 所以每个家长会呱呱呱叫 所以它是个问题 但是我们当时在思考 到底是要增加公立幼稚园 还是用其他方式 后来就觉得这样 复杂的问题 永远不要想简单解决 所以是我最近 我刚才车上在跟 我那个幕僚在讲 季辛吉写的最有名的一本书 叫核子武器外交政策 那本书在讲什么 他说美国有原子弹 怎么会在越南打败 所以他提出一个叫对等战争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派那个越共游击队 我就派蓝坡对付你 你是越共的正规军 我就美国第一寄兵师 意思就是说 要不同的level去处理 所以是这样 那我们在处理这个公共化 整公共化的问题是这样 第一个 那家长是说钱的问题 但是对政府来讲 他要考察社会的状况 还有品质也不能太差 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公立幼稚园有维持 再次我们开始引进非盈利幼稚园 另外想法是这样 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全面扩张公共幼稚园 另外想法是这样 这是信念 教育应该要多元 那你全部都公立幼稚园就一套 对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说好 我们公共幼稚园就一个程度上慢慢增加 公立幼稚园要百分之百 政府承担只有一个特教 也不能说特教很难照顾 你想要想要去什么非盈利或是失利 这不太不切实际 这个概念是王敏森议员当时跟我讲的 听听听有道理 所以我们在特教是百分之百 而且低幼稚园全部给他公立幼稚园 所以我们公立幼稚园特教百分之百 其他就是什么两岁专班 那个就一步一步慢慢发展 另外一个是 那个非盈利幼稚园 因为台北市开始在盖公宅 所以那个会开始找空间 把非盈利带进来 另外也是这样 我们也不认为说 我们如果让那些失利幼稚园可以有效的转型 所以我们就开始鼓励一些失利幼稚园转型 但是这叫准公共化幼稚园 但在过程当中非常强调一样东西 我认为了 low pay low quality 什么意思你知道 现在少子化每个小朋友都很宝贝 那你怎么会 如果那个幼稚园老师薪水太低 你怎么期望到很好的品质 所以当时在补助那个准公化幼稚园的时候 特别把教保员的薪水拉出来 就是所以我们当现在我们现在最低是三万三 但是我觉得还是太低 所以但是我们后来就说 没有办法一下子加太多 开始叫九任奖金 每个月可以加钱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准公共化 我们像需要整个幼稚园教保员的薪水 要慢慢拉上去 这个当然是看看我们可以筹多少钱出来 其实对我来讲你知道 要花重阳净老金的钱 我还是领导去发给幼稚园 为什么你知道 没有小朋友没有未来 所以但是我知道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福利的偏向老人 不会偏向幼稚园 因为小朋友没有投票权 这很现实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个我们在这个高比例 高比例的公共化的教保服务 这大概是一个目标 那今年是这样 我看他今年的报表 在今年111学年度 我们公立幼稚园还在增加104名 非营利604名 准公共可以到322名 加起来就1030 大概我们到 今年的目标到9月的时候 我们准公共化 公共化就达到70% 我也觉得合理了 就7比3 所以如果你抽到公立幼稚园 就是缴1千块 一个月1千块 那个非营利的就2千块 准公化3千块 什么都没有抽到就13660 每学期补助13660块 我们还是维持30%的私立幼稚园 我倒觉得这样 他一个学期缴30万 今天私立幼稚园 也是市场区隔 所以我还是强调教育 它有多元性 所以从公立幼稚园 非营利幼稚园 准公化幼稚园 还有私立幼稚园 私立幼稚园 还有13666的补助 在准公化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强调 要把教保院的薪水拉高来 我们慢慢筹钱 找钱是很痛苦的事 因为最近每天早上要给我报那个追加预算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通货膨胀 我们明年以编预算的公共工程 明年要追加预算是110亿 因为营造的物价上涨了20% 如果钢价的话是45% 所以看你那个结构 里面钢用太多了 就非常贵 不过这样 不管财政怎么困难 我觉得教育还是百年大业的 特别是在小朋友 我们会想办法把钱再挤出来 那么其他的这个高功能的原色空间 私之人力 课程教学 亲子教养 跟高校人的读导辅导 这我们都一样一样会去做 所以今天结论是这样 目标还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养 国家完全帮你养大概很困难 不过大家一起合作是可以的 我们会想办法把有限的资源 再挪到学权教育来 在学权教育一样 要维持到一个概念 我们强调多元 所以不会说我全部都公立和资源 所以复杂的问题 不要幻想简单解决 就有不同的面向多元 第二 我们还是强调这个 人力是最重要的 所以 Low pay一定Low call 想办法把校白的薰水拉上去 我们会每年想办法 也没有办法一下都加到5万块6万块 慢慢加上去 它会透过各种手段 这种评鉴 可配 就是特别在准功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这个列为我们重要政策 其他像降低私生比的 要从1比15 改成1比12 当然也不能一次成功 先找10个学校来试验看看 这也是另外一个概念 新要上市要不要做实验 当然是要 所以新的制度要上线 要不要做事半计划 当然是要 通常就是先找几个学校试试看 可以再扩张 所以保持一种创新的精神 不断把新的制度引进 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个 我们台北市所有的教育政策 白皮处一条一条列出来 确保这个政策可以延续 那我们还是要感谢教育局的 因为台北市31个局处 教育局一个局就 占了我们所有得奖的三分之一 这个国内得奖不算 要到国内得奖 这才是什么英国经济学人评比 那真的在国际上可以得奖 这才是真本领 这个买票没办法买的 所以我们要再谢谢教育局同仁 这几年来的努力 谢谢 台北市也推动学前创新实验教育 教育特色包含瑞吉欧方案教学 蒙特梭利实验教学 英语融入教学等等 建构优质教保服务模式 提供家长多元选择 丰富幼儿生活及学习经验 也举办论坛邀请111学年新设立 非营利幼儿园的伙伴 110学年度第二学期 以及110学年度第一学期 以新签约加入准公共幼儿园的伙伴 即将代表台北市角株教育部 教学卓越奖的三组公立幼儿园团队 由客问哲市长及增餐厅局长受证 感谢他们的合作与贡献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北易岁节 今年以加辣不切的精神热闹回归 搭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正式启用 总共112个演出团体 深入30个风格各异的场域 带来横跨戏剧 音乐 舞蹈等声萌演出 要拉翻整个夏天 柯雅文艺术舞蹈团的中东肚皮舞 拉翻全场 已经讲365次了 我不敢再讲365次 我刚才脱了衣服 如果我要讲365次的话 代表我的舞数要非常非常的快 你可以告诉我的舞数要多快 才有办法说365次 那边有灯 忍夫忍妻的婚姻失戒案令人惊奇 还有和欢剧团与泡泡家族的 泡泡艺术 江紫翠剧场 与18岁的传统戏曲 众多精彩演出 令人目不暇忌 今年台北一岁节 以加辣不切的精神 热闹回归 总共112个演出团体 带来横跨戏剧 音乐 舞蹈等深蒙演出 要落翻整个夏天 这个艺术节啊 对于表演艺术中心来说是活力的来源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我们的艺术节不设限 以至于呢 所有你心中不知道的事情 你想象不到的在艺术节都可能发生 所以艺术节呢 等于说也是本艺中心最年轻的这个艺术家门 然后呢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艺术节到现在十五年 我知道的就近好几个现在想当当的这些艺术家 当年都是从艺术节开始 所以艺术节是很多台湾的年轻艺术家们 一个开始的起步 那不管如何做就是 不管你觉得你有什么的想法 就把案子递过来 然后在艺术节的不设限的 这样的一个完全开放接受的 一个等于说就是双手打开欢迎你来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底下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尝试地跨出生活中 生命中的第一步这样子 那当然有很多是在学的同学 而参与的团队有一年一年也一年多 那到了今年已经一百多个团队 那我们在想 哎怎么办越来越多 不过呢 我跟超哥跟我们的艺术节的节目部的 这些同学们商量过 我们觉得还是 我们想办法都收吧 不过好像其实也超过 那也因为场地的关系 我们还是做了一些 完全是因为 因为场地的关系的时间量 那还是有一些人抱不上来 听说已经报到去年有一百六一百八这样 那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开放更多的场地 让所有人都一定有机会 那而且我们在艺术节的这个活动里面呢 今年就加了本一中心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 参加一岁节的年轻人们 是可以在这个 好像我们有个这个 沿着这个从当初中山堂那一带 然后中山北路到这边迪化街 到市民这一带的某些神秘的地方 可以成为大家创作上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仍然想保留这些场地 那么也让大家可以走进各个不同的感觉的空间里面 来去发展自己的创作 所以今年其实好像有三十几个空间 仍然有三十几个空间 那总之台北表演出中心 在我们打开可能的这样的一个 对所有艺术家的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期待底下 我们也期待所有艺术家 在这里走进自己想要完成的那个可能 一岁节在台湾真的是民族珍贵 你举头看全世界华人的世界里面 唯一有可能办一岁节的持有我们台北 台北有这样的能量 有这样的自由度 因为它要不审核 不设限 这在其他华人地区完全办不到 那我们这边有这么这样的一个可贵环境 我们就要珍惜它 那我们事实上还没有场馆之前 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想要把艺术者集中在 比如说迪化街区大桃 然后今年更是延伸到我们自己的场馆周遭 市里这边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像科校馆合作 跟市里运动中心 甚至还有这边的餐厅 在这边的一个泰国曼谷餐厅 在里面表演 我们希望说可以把这个周遭 因为光我们这边一动在这边成立 让大家觉得 我们这是高大上的一个表演场地 是不会成功的 它一定要周遭通通都起来 有美食 有咖啡 有餐厅 有剧场 大大小小的剧场 那我们透过易水节操作 就把周遭开始 一步步把它带起来 让这边都充满了可能性 事实上 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这个建筑物 我们就知道 这个建筑物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通通可以表演 除了三个剧场 我们有所有空间 刚才大家有看过 在我们的天桥 在我们的太阳厅 在我们的大阶梯 通通都可以表演 事实上 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 有趣的空间 今年不一定会用到 但是我们明年 陆陆续续开箱 陆陆续大厦来尝一下 说在这边充满 艺岁节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八月中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艺岁节开幕 就在我们下面广场 到时候会有一个 所有的团队在这边共襄圣体 做一个快闪的演出 然后接下来 从八月二十号一到九月四号 在这边搭配的台北艺术节 那时候也展开 还有我们开幕季的三个 整个节目 满满满的在里里外外 跟市营周遭 一直延伸到各个地区 这个是整个台北 是一个充满欢乐 充满表演的一个暑假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 帮忙我们宣传 因为这个疫情 已经隔了 我们去年没有办法一岁节 今年就在一次 把包裤全部抖出来 让大家赶快来玩 赶快来看 五福临门 这个你知道什么吗 对 对 西南 我跟你们讲 你们知道 小朋友 跌倒 是什么成语吗 差一个成语 马马呼呼啦 马马呼呼 秉持不审核 不设限 自由开放精神的台北 一岁节 除了演出形式多元 更是深入三十个 各剧特色的场地 搭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正式启用 将在充满新意 与挑战的空间中 打开艺术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今年的 一岁节的主题 叫做 加辣不切 其实也是因为 我们北一中心的正门口 往左边一看 就是那个 红片这个 士林的 那个大鸡排 加辣不切 所以呢 我们就 闻到它的香味 觉得呢 那个 那个 真正的飘香 在我们年轻人的 他们的心里面呢 让他们再加点 辣下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加辣不切 是一岁节 最期待的一个 我们期待年轻人 有他们的创意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可能性 这样子 所以就以这个为主题 当然一岁节 本身就是 它的特色就是 不审核 不设限 所以不切 就是这个意思 刚好符合这个 这个 士林夜市的一个 食物的一个 隐喻 而且 这次的那个团队 总共有多少 有共有100 将近120团 120团 好像我们用到了30 30个场地 因为我们的 北溢这个场馆 各个空间都有 里里外外 我们上面 下面 有广场 里头有各层的 那个大厅 通通可以做表演 那加上 以这个基地为主 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效应 在 把士林区 大同区 北投区 通通把它纳进来 使这个周遭 充满了表演的可能性 像我们的科学馆 科学馆 还有这个 士林运动中心 还有甚至夜市的餐厅 通通有表演 都有 我们刚才也有 也有歌彩戏 南馆 马戏 魔术 现代剧的 然后舞蹈的 都有 变装秀 变装秀都有 今年艺术节已经第15年了 那来了才知道 很多早年的艺术节的 这些艺术家 那些年轻人 他们第一次参加艺术节 现在都已经是很棒的 这个表演团队 像那个 好事清单 就是那四把椅子 的那个导演 他当时就是 最早就从艺术节进来 有很多 其实很多 今年的开幕季的抄袭市场 李明成 他也是从艺术节出来 所以其实艺术节 等于是让年轻人 踏进去他的第一步 但是因为他不设限 所以就使得大家 无论如何 你想做的风格如何 都不用担心 是就是 来做就对了 然后也创造了他 就是那个 超哥你好像说 我们这是全台湾 就是亚洲什么第一个 华人地区 唯一真正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节 可以这么开放 自由包容 然后全面接受 这样 台北艺术节 112组表演节目 票券自集日起 在OpenTees两厅院 文化生活正式启售 欢迎各地观众朋友 在8月20号到9月4号 一起感受 加拉不切的 深蒙艺术能量 台北艺术节 加拉不切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怎么这样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长川书画学院 画风连展 目前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 展出的内容 有书法与绘画 会员有好几位 超过高龄90岁 也在这一次连展中 展出作品 展现精湛的绘画功力 长川书画学会的成员 在内湖公民会馆 展出书画连展 展出作品相当丰富 有书法和各剧风格的绘画 展现会员们 多年来专研书画的精湛功力 因为它这幅画是戒画 那所我们一般毛笔来讲 我们画直线的话 是不容易画的 这个画图呢 必须要用尺来画 所以它叫戒画 那所呈现的风光呢 就非常的美 让这个整个风景看起来呢 就是说有山有水 又有房子 它呈现的深度比较远 所以就特别漂亮 这个就是我画的那个 公笔的牡丹 它呈现出来的也是很美 然后这个 这个也代表我们的富贵 富贵卖别也代表 就是说一种福气 年纪大也有种福气这样子 应该是巧妙的姻缘忌讳吧 因为有一次大概是想学乐器 然后因为那个身份证忘记带了 那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 就有人拦住我 他说我们班上就是缺几个人 然后叫我去学画 就是这种姻缘忌讳 然后让我就开始学画画这样子 那可能因为画画这种就是说 也比较深入 不见得说马上学就马上会 也是要经过时间 然后你能够悟透它的道理 你才能够呈现最美的一面这样子 那这样大概学了多久 学了大概我看2012 大概10年11年这样子 时间是其实说起来是不长 因为你断断续续吧 有时候有学有时候没学 但是有一次就巧妙的姻缘 又到了这个协会 哇发觉里面的这些老师呢 都很资深 他们有的甚至是从 十几岁就开始学书法 他们的书法是真的都很棒 那我希望就是说 借着跟他们学习的 学书法方面呢 能够让自己更精进 就像我们的荣誉总会长 你看他荣誉理事长 哇他书法是一级棒的 特别的是长春书画学会 有多位高龄超过90岁的会员 这次也提供作品参加连展 将书画之美与大众分享 我是从八岁开始启蒙 是书法 我是练书法当运动场 对身体有帮助 自己写出来一个好诗的时候 心里很愉快 这个就是抢身之本 那我写字呢 除了郭小友老师之教以外 以后都自己以铁为的 建这个古人的铁字当老师 自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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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的字呢 一定要根据铁上的形态写出来 这样子你才进步 写得不好的不像的时候 继续写 写底那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四个 都写 最后一个学成功 从铁上就自己想象了 就是你进步的章本 中华民国的国画 所以到处都 有地方都是有梅花 那你喜欢画画 它带给你什么快乐 每天拿笔啊 跟莫主在一起 非常高兴 怎么说呢 这个梅花是我们的国画 所以我每天都做画画 我告诉你 我的老师超寿博 师公是张大清 张大清 是我的师公啊 跟刚才我们学老师讲的差不多 我在我们家乡 日本人那个时候打进了中国 我们那儿沦陷了 日本人成立的学校 我们不读 不读 怎么慢慢就到了乡下 到了乡下 大家读诗书 诗书的话就是五经诗书 完全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宝 可是在读书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功课就是写字 那写字 一方面它是老师要求的语言 二方面来讲 我们学习 功课没有别的 读书写字 读书写字 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很想功夫 这个快乐 还是没有 是慢慢的越来越好 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的这个字 我们中国的这个字 每一个都是组合而成的 但是组合的一定要是它配搭的 非常非常的端庄 均衡 因为手写字的人 实际上来讲 修行养性也是 那说之 兼字如见人 欢迎来到内湖公民会馆 我们知道7月24号 是进行长春书画学会 书画连展 这是一群八九十岁老人家 他们是每一个礼拜固定在 五分读书馆的楼上 五分活动中心 以画会友乐在生活 那以他们这样的年纪 展展的人只有16个人 那16个人里面又分成一半 一半就是书法 一半是绘画 那大部分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有的年纪都已经很高了 我们里面的成员最高的年龄是101岁 那90岁大概有9个 那其他就是说 他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大概有经历大概13年没有展览了 那这是等于是说回隔13年的一次展览 那我希望说借着这一次展览呢 带给他们就是有更前进的动力 让每个人都很开心这样子 在书画方面都能够再精进这样子 其实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专精的 专精的那个方面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山水 有的人是花鸟 不一样 要有的 你看那个书法方面 有的是绿书 凯书 传书 都不一样 草书 大家都各有专精 就是把最美的那一面呈现给大家这样子 其实书法是我三年多前来这边才开始学的 但我在这边是最菜的菜鸟 但为了要参展 就要硬头笔来写这个字 其实三年来 其实我们说三年是断断续续的三年 因为我们有分上学期跟下学期 所以你真正在写的时候 你大概时间不多 因为你平常那个 那是因为为了要参展 所以会全力来写这个字 但也因为是这样子 然后就突然感觉就进步很多 因为你为了要参展 你要天天练 那这个书法 这个要写得好 唯情而已 就是要很轻到很轻到的练 然后就是当然之间他学字 学这个字跟画都有一个就是美感 就是就有一个技巧 那就是说你那个技巧也要学 那你技巧学会了以后 你就可以画的比较好或写的比较好 我觉得学书法可以练气 可以比气长 因为有时候这个不能挤 你一挤字就坏了 就写不好 你前面前面 你一挤然后中间的一笔一画 坏了以后你就要重来 所以会训练你自己的耐心 耐心 你要完成这一幅画 除非你就像老师学的50年60年 那个闭着眼睛就可以学很好 可是我们没办法一触击乘 所以我们还是一笔一画要慢慢来 那训练我们自己的耐心 待会我们会知道说要做事情要成功 不是一触击乘的 是要就是长年累积 我们才有办法完成这样子 我是明传大学工型系的学生 那我是实习生 然后今天来这边协助帮忙的 那这边有提供内湖区的民众 很多艺文展览的空间 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 然后有很多展览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 欣赏 那到了七八月份 内湖公民会馆有相当的多的活动 陆陆续续的进行中 那相关的活动 大家可以在领书搜寻内湖公民会馆 那公民会馆的活动 大部分都是踩二阶段 先医院登记完 然后再来抽签 那欢迎大家来内湖公民会馆 做一个知性学习之旅 内容丰富的长春书画学会书画连展 在内湖公民会馆展触到七月二十四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书画之美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西门丁商圈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 都充斥着街头艺人的表演 透过镜头带您一探街头艺人的心路历程 深入了解他们的初衷 一切都是为了追梦 动感的音乐 吸睛的表演 专场花式篮球的蒋凯奇 总能吸引到大批民众的目光 是什么原因让他加入街头艺人这个行业呢 原本我就是在做演出的 对那只是说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关系还有人脉 所以我就想说从街头表演开始 会是最直接 而且就是跟观众是最凝聚的演出这样子 对然后我做街头表演 已经有十十今年第十年 街头艺人时常要一个人布置和收拾表演的场地 也要配合天气工作 加上达赏文化似乎在台湾并没有那么盛行 虽然观众很多 但愿意上前达赏的人其实只占少数 因此街头艺人这份工作的收入不是很稳定 街头艺人虽然有很多辛酸之处 必须看天吃饭 工作时间也与一般人不同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热爱表演 享受着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自己 努力坚持他们的梦想 虽然当大家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只有几秒钟 可是却是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练习 去坚持下来 虽然过程中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挫败 或者是很容易受伤 不过我都坚持下来 因为我喜欢这样子的皮肌 所以在这边我也想祝福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都可以一起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谢谢你们 记者陈一如台北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疫区大道理里长毛水月相当重视里民反应的问题 他说里民的小事就是里长的大事 现在就跟着里长的脚步来看里长为民众积极解决的各种问题 画面现场是春光公园 因为常有民众喂食鸽子 造成很多野鸽长期聚集在这里 引发环境卫生与情蛮资深的问题 让信义区大道理的居民相当困扰 经常向里长反应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信义区 是松光里跟大道理的 隔一条路的一个春光公园 那春光公园你们会看到刚刚有很多鸽子 在我身后 那这边因为常常有路人经过在喂养 然后还有特别从外地开车过来 在这边喂养鸽子的 那因为鸽子一群聚的话 会造成我们周边的住户的困扰 所以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你在都会去喂养鸽子的话 说实在会造成居民的一些困扰 尤其他身上有鸽满 会造成小孩子或者甚至大人 他的皮肤上的一些病变 那鸽满听说会造成小孩子的日本脑炎 所以对身体健康是会造成很大的威胁的 那住民的居民他们都一直在反应 那希望说台北市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来帮我们解决鸽害的状况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老人家 那甚至有时候会看到就是身脏人士 那他们都很有爱心 那只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喂养鸽子是不好的 因为鸽子它有地方去 它可以在户外求生 那你喂它的话它都会群聚在我们都会区里面 那都会区人又多 那加上现在的疫情 所以大家会对鸽子的鸽满问题 还有这疫情问题就会把它混为一起 所以很担心 尤其居民又有 有时候会受到鸽子的那个攻击 所以这个对孩子跟对大人都一个相当危险 我经常看到人家在喂 就是用艺米用什么出来喂 就是鸽子真的是很多 那很多小孩子都会出来这里玩 其实鸽子它出来的混便就会有 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个小孩子大人还有老人也是很不安全 但是已经很久了 以我知道也十年以上了 因为我住在这里三四十年了 所以这个争取是应该是要 政府应该要很重视 对全民的健康 还有这个环境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请动保处的来 教民众说如何去防治鸽子不要靠近 因为这边的鸽子它会到对面的那个住家去 然后在屋檐或者说在顶楼在那边煮草 甚至在那边休息 然后它就会在那边排泄 排泄物出来的话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然后甚至会发现很多割蚌 所以居民相当的担心 那那个动保处的有教我们说要悬挂那个光碟片 那你看那个我们的住户也都挂很多光碟片 但是鸽子很聪明也很厉害 那久有久之它就没有它的作用了 所以我对这个割害的问题也相当的困扰 为了解决鸽子群聚扰民的问题 里长不断透过各种方式寻求协助 透过会刊要求市府再加强设置告示牌 向民众宣导不要喂食鸽子 未来更希望市府能提出彻底解决鸽害的办法 那今天有特别请公园处的来帮我们立个牌子 就是请民众不要在这边喂养鸽子 让它可以到大自然去去那边求生 鸽子要让它回放到大自然去 因为像四寿山那边也有一大片的原野树林 那它到那里其实有其他的虫类昆虫可以让它觅食 那如果你要喂养可以到山上去喂 让它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去生存 我们不是要扑杀它我们没有 对我们爱动物但是要让它在该去的地方 该生长的环境下 让它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中寻求它的一个着落点 而不是影响这些 对啊大家要共存 但是也要有共存的方式 我们女长讲的就是要回归自然 因为鸽子有跟它鸽子的这个生态 不要在这里养它就不会在这里一直很多 积极很多 对听说有一种就是有专业的专门养一种老鹰 在驱赶那个鸽子的 那我是期待也期待啦 就是政府可以有一些就是可以解决割害问题的作为出来 另外新成立的广慈博爱园区社会住宅 由于市府在周边设置的新路灯太亮 造成光害问题影响到林口街的住户 里长也透过会刊尽力为李明来解决问题 李明有一些光害的问题 光害的困扰 然后独发局跟公登处的一起出来关心协助 就是因为原本我们只有一排公登处的那个矮的灯 照亮我们巷子的马路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广池工地的开发已经完成了 所以它有架设一些比较高的灯具 那这些灯具它事先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没有考量到周边住户的一个高度照亮的问题 所以现在那个高的那个灯具 它是比较亮会危害到居民的一个睡眠品质 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解关心 顺便请他做协助改善 他们就是陆陆续续的一些方案出来 然后就是慢慢配合居民的一个感觉 就是灯的那个明暗度去配合民众的感觉 如果说有改善已经完全消除他们的一个困扰 那就做最后的决定这样子 我的原则我觉得说社区的小事情 其实里面的小事是我的大事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居 比如说我们这个巷子好了 我刚刚就有讲说 广池工地它已经开发好了 它已经盖好了 完全是一个新的大楼 可是我周边还是老旧社区 但是老旧社区还是有老的居民在住 就是有原来的住民在住 那你在设计的当下 应该考量到居民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舒适感 跟它的一个柔和度 对这样才能够新旧融合 对啊 所以不应该造成 新的上来以后 不能造成旧的一个困扰 对啊 所以虽然它是小事情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件大事 所以希望说让大家可以多协助我们这边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跟着里长的脚步 继续走进大道路七巷 这里有里民反映后向积水问题 造成解决资深 里长也设法透过会刊来解决 那个面看要怎么拉泄水更好 对对对 就这样 对就做一个人孔 不要这些树叶啊 通通积在这边 这边原本已经做好 那个后向道的绿煤化 它已经把那个铺面都做好了 那后来就是有里民跟我反映说 这边很多绝绝跟蚊子 那我们来勘查的时候才发现说 其实这边 因为它没有做那个防叶子 防水的那个人孔 所以它那个水啊 跟叶子跟那个树叶啊 就一直带到这个洞口来 那这个洞口会堵住 那堵住以后它水就会积在这里 那久而久之后向都比较没有人去整理嘛 那就会带出决绝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要彻底把它解决掉 嗯 就是改善排水 对对 因为它这边你看 这边其实不容易做 公务的要进来做也不容易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研究好说 看怎么去撕作 让它可以排水 然后可以让叶子不要顺着水流 然后积在这边 这个问题 虽然说在小巷弄里面 但是它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 发掘出来以后 我们彻底的解决它 还有画面中这个地方 是后山皮捷运站2号出口 在里长的积极争取下 克服万难 大幅改善了无障碍坡道空间 并铺设导盲砖 希望让里民与路过的行人 都能安全通行 这原本它的那个无障碍坡道 只有这一丁点 那因为 每次我看到行人在过的时候 都非常危险 因为它紧邻中校东路大马路 那后来又有民众在这边走路的时候 经过路原石会跌倒 它本来这里是高企的路原石 那后来我们就找相关单位来严历 然后就把它加长到这个宽度 这边是后来再加长的 然后就是让我们的 那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以很安全的通过这样子 行人走也比较不容易跌倒 那这个最近才完成 那现在那个地方是加那个导盲砖 因为它原本导盲砖只有坐到这里 原本导盲砖只有坐到这里 那这样子导盲砖就没办法正确的导盲 它导进去那个后山皮捷運站里面 所以它今天来加长这一段 那未来这边的那个行川线呢 它会缩进来一些 也避免跟那个大马路那边争到 因为这一块地其实它争议性蛮大的 第一个我以为是捷运站应该出来帮忙协助的 后来捷运站说这一块地不属于他们的 是应该里面大楼的管委会 那管委会又说他地捐出来给国家使用了 怎么会是他们负责 所以跌倒的民众根本没有办法去求偿 也没有办法去诉求那个协助 那后来他打电话给我 对他不是我里面 但是他打电话给我 那我在想说这个捷运站是位于我们大道里 所以我在想说我也要出来帮忙一下 不然万一我的老人家 或者说我的妇幼的这些里面 走过这里也是会相当危险 所以勇于承担就出来解决 但是在这处理的过程当中 非常多的单位出来协调 那我们是拜托戴希青议员出来帮我们做会刊 然后也找了很多相关单位出来做一个协助 所以好不容易在几个月里面 也算蛮长的 因为我以为说提出来以后很快速就可以改善了 结果没有 其实也经过一段时间 终于把它沟通协调 然后可以做成这个无障碍波道 那我觉得这一段工程虽然是小工程 但是影响的层面很大 对我们小孩子啊 我们的那个妇幼啊 还有我们一些老人家 他在行的方面就非常的友善 也非常的安全 里长强调每位里民的小事就是里长的大事 他以从事置业的心情担任里长的工作 希望尽力为民众解决大小事 营造住在大道里的幸福感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如果想要确认数位机上核 是否有新版本可以更新时 可依照下列步骤确认 进入首页 按下遥控器方向键 至系统功能中 选择设定功能 按下OK键 进入后 向下选择个人环境 按下OK键 在系统升级选项中 按下OK键 即可将系统升级至最新版本 如果已经是最新版本 也会显示已安装最新版本 完成系统升级 直接按下遥控器 看电视按键 即可继续收视节目 当您发现电视频道 有短扫现象时 可以利用搜寻频道功能 进行恢复 进入首页 按遥控器方向键 至系统功能中 选择设定功能 按下OK键 进入后 向下选择个人环境 按下OK键 在搜寻频道选项中 输入亲子密码锁 如未曾设定 请直接输入设备初始密码 0000 选择搜寻 系统将开始进行频道搜寻 完成后 画面会显示搜寻结果 可直接按下遥控器 看电视按键 即可继续收视节目 若仍然有问题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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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只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在带你来看 基隆中正区和封街 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自衰意外 一名机车骑士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衰落10公尺的山坡下 经过消防队员以人力徒手搬运 将他救了上来 男子的右手有骨折 经过送医救治后 没有生命危险 男子一动不动躺在单架上 消防队员获报 下达升达10公尺的山谷下 展开救援行动 消防队员将他抬上单架 因为他坠落的地点 至少有三层楼高 四周都是丛林 吊挂车无法进行吊挂 五六名队员 只能用徒手搬运 将他救出 中正区和风街 五号下午一点多 发生男子坠落山谷意外 警方调查 60岁的男子 骑车行径和风桥 接着整个人就坠落到 10公尺的山谷 好在四周都是丛林 减缓了冲击力 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闽男性 疑似骑乘骑车自摔 掉落河风桥下 那因为考量树木遮挡 以及就吊车支援不易 接近不易 决于救助单架搬运的方式 将男子成功救出 那男子一是清除右手骨折 因为男子掉落的地点 距离河风街距离有10米 因为考量树木遮蔽 以及掉我们的救助车接近不易 所以以救助单架 能力搬运的方式 将男子搬运至平面道路上 所以没有外力撞击的部分 还在了解 还在了解 经过救护车将他送一急救 男子有骨折 但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对伤者进行酒测 没有酒驾 不过好端端的 怎么会致撞对象护蓝 警方说还要再进行调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您知道鲨鱼肉 充分利用后的模样吗 今天带您走访和平岛美食区 来探访与海大USR合作的店家 常美食外也认识食鱼文化 进而知海爱海与近海 进到厨房 老板正处理新鲜鲨鱼 刚切块粘好粉的鲨鱼块 入锅油炸 香味四溢 这是鲨鱼羹的精华所在 要怎样变得好吃 就是要新鲜啦 对啊 要加一些配料调配 以前都是很久不过去拿 现在有人送过来 对啊 以前都没有你睡觉 不过这点半个暗时 三点就要去烤鱼盆 这个都是鲨鱼盆去拿 对 正在锅子里滚的鲨鱼骨高汤 叫做鲨鱼骨 鲨鱼骨 制作完成的香肠 都准备就是要饱足顾客的味蕾 以鲨鱼羹打响和平岛美食的 阿久老板过世后 老板娘一肩扛起重担 赋予鲨鱼肉新生命 我们店里的特色都是用鲨鱼做的系列 有那个鲨鱼洞 鲨鱼烟 还有甜不辣也是用鲨鱼做的 主要是鲨鱼根 都很好吃 都有胶质 像加入充满胶质的鲨鱼洞 老少咸宜的鲨甜不辣 鲨鱼丸 总吸引不少外地偷客闻香请来 哇 怎么鲨鱼羹 我只吃 我吃了鲨鱼羹 还有那个卵丝羹 还有什么 甜不辣 哇 这个鲨鱼甜不辣真的很好吃 我要买了三份要带回去晚上吃 与海洋大学合作 推广食鱼教育 也带民众认识鲨鱼 鲨鱼其实我们是 鱼鳍鱼身不分离 这是规定的 那因为鲨鱼肉其实没有 因为它没有肾脏 所以它会有这个胺 所以它就是感觉就是吃起来会有臭臭味 就是尿酸味 所以大家都不吃鲨鱼肉 而只吃鲨鱼鳍 可是反而浪费资源 那我们看到下宅鱼最多的其实是鲨鱼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鱼鳍医生 能够充分利用 而且永续的利用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就会做了这个中英文的看板 告诉大家说 鲨鱼其实这个小甘那高刷 鲨鱼肉其实很便宜 但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把它利用 然后肉做鲨鱼烟然后做炸鲨鱼 那才能够永续的利用这些鱼业 这才是我们在推的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教育扎根落实 从辨识鱼种的阶段 进而了解鱼法与资源永续的重要 维持永续的海洋环境才有丰沛的渔获 从一碗美味的鲨鱼料理 开启爱海洋的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夏天到了金融市文化局 邀请大家一起到金融港边吹海风听音乐 文化局的2022仲夏月集 从7月1号到10号之间 每周五到周日都有安排精彩的演出 一块来去看看 由金融市文化局举办 每年夏天最令人期待的金融音乐饗宴 2022仲夏月集 从7月1号到10号 每周五到周日下午6点半开始 一共有17组的多元表演团体 带来了8场的系列演出活动 金融的夏天非常具有特殊的风情 所以全国的民众跟我们的市民非常期待的 金融仲夏月集 即将在7月1号到7月10号 在每个五六日的周末的傍晚 六点半就会开始在金融的港边 那今年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金融的整个国门广场 已经全部打开 所以在今年文化局特别筹办了这次的活动 邀请到四位经典的大师 包括我们书文庆老师 还有这个马水龙老师 分别带来国乐跟西乐的这个经典的曲目 那另外我们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叶俊老师 跟这个林垂丽老师 也带来台语的经典的曲目 包括车站 春夏秋冬等等的经典的曲目 相信非常一定能够带给大家 民众不一样的音乐的饗宴 那除此之外 我们除了老干还有新知 包括每年都邀请到这个独立乐团 在我们跨年晚会来做 不一样的这个跨年的这个曲目 我们今年也在夏天 也特别邀请到17支的这个独立乐团 也会来做演出 我们非常期待 也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 周末可以来到金融 来享受不一样的金融的风情 享受这个海风乐曲跟港景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青森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设计我觉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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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起来 不 不 不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欢迎中家快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只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如果想要确认数位机上核 是否有新版本可以更新时 可依照下列步骤确认 进入首页 按下遥控器方向键 至系统功能中 选择设定功能 按下OK键 进入后 向下选择个人环境 按下OK键 在系统升级选项中 按下OK键 即可将系统升级至最新版本 如果已经是最新版本 也会显示已安装最新版本 完成系统升级 直接按下遥控器 看电视按键 即可继续收视节目 当您发现电视频道 有短扫现象时 可以利用搜寻频道功能 进行恢复 进入首页 按遥控器方向键 至系统功能中 选择设定功能 按下OK键 进入后 向下选择个人环境 按下OK键 在搜寻频道选项中 输入亲子密码锁 如未曾设定 请直接输入设备初始密码 0000 选择搜寻 系统将开始进行频道搜寻 完成后 画面会显示搜寻结果 可直接按下遥控器 看电视按键 即可继续收视节目 若仍然有问题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是会闹商机 吗 Russell